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才刚抵达庙宇 早一步到的新北市长侯友宜 一见到朱主席 一个剑步上前不止握住手 双方更热情拥抱 原来两人是为了要替新北市议员 林津杰站台 朱立伦临时决定要加入徒步扫街 只是侯友宜自顾自得和民众拨钢筋 把朱立伦晾在一旁 谢谢 谢谢大家 是完全没有错开两个人同框 是最近的普选 我跟侯市长没有这个问题 侯市长是我们最强的母鸡 也是我们很多县市长都期待 他能够帮忙普选 所以我也有特别拜托侯市长 要特别谢谢我们侯市长 特别谢谢卢市长 我们这两位现任的直辖市长 也是我们最强的母鸡 来全力的帮忙 其实我跟主席也常常联络 大家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在各方面的建设上 也谢谢当年的知识台 做了很多的贡献 互相感谢又是拜托 表面上和谐 但侯友宜的选举行程 多次提到八年前 朱立伦争取新北市长连任时 只赢两万票 被质疑是在暗酸朱立伦 到最后的关键 都是扭票 扭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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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被人的定律 我们的选民在热情 你不扭扭一票 扭扭一票 他没出来扭票 就非常可惜 尽管侯友宜的民调碾压对手 但就怕赢不够多 输了面子 侯友宜 朱立伦难得同框 这也是两人首都在选战期间合体 还大跳友谊舞 不算是一前一后完美错开 诸侯眼前共同目标 都是先拼2022 才有筹码各自想着下一步 近新闻 郭炎廷采访报道